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 是我们在7月29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也期待能够跟您一起来 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台北股市经历了昨天 爆出3432亿的巨量 也让指数的部分 从创历史新高到1031点 到收盘翻黑下来 将近500点的长黑杀下来之后 今天台北股市是一个上冲下息的格局 指数开盘开低跌55点之后 一度从平盘附近下沙跌98点 然后随后又急速拉升上来 变成涨74点 但是最后收盘又翻黑 跌了45点的幅度 那收盘是收在12540 成交量今天缩回来 来到2179亿 那这种指数上冲下息之后 接下来行情会何去何从 该如何操作呢 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再来跟大家做说明 那节目一开始还是先按照惯例 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县荣老师今天给会员朋友 操作建议的内容 那今天来看一下第一通指令 7月29号 我说每天第一步 先观察好盘式结构 来决定多空 那今天盘式 每股礼拜二是全面走低 Nestlec跌了134点 台积电ADR也跌了7% 台股指数下跌55点臭 注意到手盘是个多方量 有人在撑 预估量大概2000亿上下 起起的斜幅比现货来的小 那台积电这地方拉回 大概跌了7块钱 那研判指数应该是个 开低震荡 然后上冲下息 个股结构差异仍然会很大 所以现在盘式 这样子上冲下息 这个早上9点12分 就已经跟大家做了规划了 对不对 那后来指数是不是这样 一下子急刹 一下子又拉升 一下子又翻黑 上冲下息的格局 这都符合现荣老师技术分析的规划 那这种震荡盘 尤其个股差异比较大的时候 现荣老师会比较建议大家 采取反市场操作的一个方式 胜算会比较高 什么叫反市场操作 就大部分人喜欢看到股价 谁在拉 跑去追 反而这种股票有人出货之下 常常会这个翻黑杀下来 那今天现荣老师就提供了两档股票 给会员朋友 第一档个股 6213的连茂 早盘还有利多剑报 说连茂第二季的每股盈于2.6元 营收跟获利都创了单季的新高 哇好棒喔 业绩创新高耶 很多人这时候忍不住了 尤其当开盘前市戳合还一度亮灯涨停 开瓶之后一度又爆量拉高上去 你看这开瓶拉高上去 吸引散户在抢劲 好来看一下 这今天早上的走势 好把后面遮起来 有没有看到早盘还急拉耶 接公布EPS很漂亮啊 很多人就想要买 可是如果你学过 现荣老师的技术分析 你会发现这个背后 由大户趁着利多剑报 拉高出货迹象 动能指标转弱军号出来 所以反而应该怎样 先卖后买 那只是这档个股 我们9.21分发出指令 建议大家短空6213年贸 技术面转弱军号出来 定价137138之间 先做卖出 停损140 目标放在131.5 就是看错的话 大概赔个两块半给他 看对的话 要赚个六块钱左右回来 那只是今天比较可惜 9.21分发出指令之后 9.21在哪里 大概在这个地方 指令一发出股价就开始下杀 所以这个卖单还没有来得及成交到 就已经杀下去 那最后低点达到哪里 130.5 这个地方过了10分钟左右 就已经跌到130.5了 那我们的目标放在哪里 131.5 对不对 所以10分钟不到就已经杀到目标下去了 这个部分当然因为卖单没有成交 所以谢龙老师就请会员朋友 把卖单给取消到 那这部分当然谢龙老师要再说明一次 谢龙老师带会员朋友操作 每天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 如果我有跟你讲 我们今天有机会帮会员朋友赚了多少钱 一定是带会员朋友有机会成交 才来算战果绝非所谓的空气单 绝对不会像很多投顾老师 哇看到什么股票大涨了 才call一个滴滴的家委 告诉会员朋友这档股票可以挂低买 那买都买不到嘛 对不对 可是他也上节目来吹嘘说 他今天建议的股票大涨了 好那你能够真的赚到吗 不行嘛 你放心 这种事情 谢龙老师加入我的一个会员不会发生 一定是当会员朋友有机会成交了 才来算战果绝非空气单 那这档股票没赚到没关系 方法正确都不愁没有赚钱机会 另外一档股票3227的原项 走市场也非常类似 开个最近利多频传 说受惠switch的一个热销 成长动能强劲 今年要赚一个股本 获利渴望改写10年来的新高 那早盘是开个低盘左右 一度这个拉高上去翻红爆量 吸引散户在强劲 来看一下这今天的原项 那早盘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开个平盘附近 一度往上冲上去 好像很强 很多人进去抢反弹了 可是如果学过 现龙老师的操盘及技术分析 会发现到随后跌破了开盘价 早盘均价 低先破低 高位过高 反弹占不上均价 这都有大户在拉高出货的迹象 动能指标也持续翻黑 转弱讯号 所以这个一样先卖后买 那今天这个是在9点31分发出的指令 连茂没有成交到 我们卖单取消 改做3227的原项 短线技术面转弱 转弱记得就是要先做卖出 等股价跌下去回补 对不对 定价196.5到197.5之间先卖 停损201目标187 那你看到每一通指令都这样 做什么股票 代号多少 要买要卖价位定在哪里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而且都预设好停损 帮大家严格控制风险 那重点是那有没有成交到呢 有啊来看我们定价 196.5197.5之间 那后来指数翻红 拉高上去翻红的时候 股价还来到多少 还来到这地方 198198.5的一个价位 什么瓜196.5197.5 是不是都能够成交 平均卖在197 那你也会发现到一点 很多弱势股的特色就是这样 你看指数今天是开低 一度翻红上去 对不对 哇突破早盘高点 可是你也会看到 这样的股票 当指数拉升上来过早盘高点的时候 它过不了那个早盘高点 然后呢 又开始反手下杀了 指数一个拉回 股价就率先破低下去 那这个11点 这个11点不到10点多的时候 就已经低点达到192.5 那我们通知大家193的价位先做回补 因为今天盘市上冲下行来回震荡 风险还是在下半场来看比较大一点 我们就不赌下半场了 先将4块钱的价差 稳稳的放在口袋里 入贷为安 对不对 那这样可以赚多少 假设投资朋友 你今天用100万来做操作 做个5张左右的原项 对不对 5张原项 100万不到 100万左右 一张4000 5张下来就是2万块左右 20张小朋友 很多人可能一个月去外面打工 我不晓得有没有2万块 我们一天又帮会员朋友 掌握到这地方快乐当充足 一天2万块的收入加薪加起来 放在口袋里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 各位投资吧 你可以看到 现龙老师就是用快打当充作战的方式 盘中我们赚了就走 盘后有赚没赚 保持空手 稳扎稳打的 继续在帮会员朋友 掌握赚钱的机会 那当然重点还是跟大家强调 你看现龙老师节目 不只是要看现龙老师 今天操作什么股票 更要注意的是 现龙老师做股票的方法 因为任何事情都一样 成功之道的第一步 就是要找到正确的方法 把复杂的事变简单 把简单变重复 把重复变得更好 好 这样子找到正确的方法之后 才能够用正确的方法复制下去 一档一档的掌握赚钱机会 到最后长期下来 才能够拒杀成塔 稳扎稳打的 真正的成为赢家 对不对 那你看到现龙老师 用这一套方法 每天观察盘式结构 决定多空 一千多档股票 只找最有把握的一到两档 确认转折时果断出手 遵守纪律理性操作下来 不止今天赚啊 对不对 好上个礼拜 我们操作翼龙店 也是在利多平传之下 发现大户在拉高出货 发现这地方转弱讯号出来 先卖后买 那天147.5卖 杀下去146买回 对不对 一块半的价差 一百万操作个八张左右 也是一万出头 稳稳的放在口袋里 甚至像上个礼拜五 操作创意 也是在利多平传 大家这地方看到股价 早盘开高一度爆量拉上去 去追的时候 发现大户 趁着台积电拉高指数 拉高出货动作出现 转弱讯号出来 先卖后买 那天卖在312.5的 杀下去 触及到目标301 302.5买回 对不对 十块价差 很多人操作个四张 帮自己加薪个四万块 对不对 一口气就这样赚起来 这就是我说的 当你方法正确的时候 就有机会这样复制成功的模式 把复杂的事变简单 把简单变重复 把重复做得更好 那甚至会员朋友想学 那怎么样去判断 今天的盘式 该做短多 还是该做短空 怎么去判断一档股票 怎么去做短多 要买的时候买什么 要卖的时候卖谁呢 这个部分提醒大家 这礼拜一 这个会员专属实战教学 我们就是在跟大家复习 如何去判断当天的盘式 该现冲先买 还是先冲先卖 怎么样在短多 先买的时候去选股 短空先卖的时候 先卖的时候 怎么去选股 什么时候利用反市场操作 什么时候利用顺势操作 这个部分 会员朋友想学的 提醒大家 这不是要赚会员朋友的钱 我没有额外跟会员收钱 只要是这个一年期以上的会员朋友 这个地方都可以有个人的 专属账号密码 在我们的会员专区里头 都可以学到这些东西 那我的用意只是希望 会员朋友加入我们之后 不但能够享受到专业用心 而且有诚信的操盘服务 很多时候 甚至你学会了这些方法 你可以赚更多的钱 因为毕竟现农老师 是带着会员朋友 大部队在操作 所以我只能够去挑 挑高价股 挑量能非常大的股票 来做操作 对不对 那有一些股票 量没有那么多 我们就不能碰 可是如果你能够用这些方法 去找到大户在进货 转残的股票 找到大户在出货 在转弱的股票 你是不是就能够 掌握更多赚钱机会 有一朝一日 你不用靠现农老师 可以赚更多钱回来 这个部分 我们为什么提供大家这些 就是希望大家有朝一日 能够成为炒盘高手 那想要深入了解的 或者是会员朋友 想要学习的 记得把握机会 好 回来继续来跟他谈到盘式了 那这两天我想 很多报纸媒体 都跟大家讲了 指数创历史新高 可是呢 这是最无感的一个 创历史新高 为什么 因为太多投资人 都在这里赚了指数 赔了价差 甚至有人形容说 这个行情叫做 一人得到 鸡犬没升天 只有一档台积电在拉指数 结果一堆股票在往下跌 那其实这个现象 现农老师在这个月一开始 就已经提醒过大家了 这是7月2号 我在节目当中做的分析 我们跟大家讲 当台积电首稳的308.5 将会再度的转强 带动指数 再创波段新高 再攻一波上去 没有错 但是因为这波的行情 台积电其实算是落后的了 对不对 很多股票已经在4 5月份 6月份先涨一波了 那等到7月份 台积电才要动的时候 反而要小心 其他个股的大户 会趁机出货 对不对 所以我们再三提醒 这个行情 你看到指数再冲上去的时候 贸然追高 很容易到最后的结果 就是这六个字 赚指数赔价差 月初就已经跟大家再三叮咛 现在只是印证 县荣老师的看法 只是这一个月下来 你看到多少股票都是这样 生计股合一 从476.5 这个月的高点 到准数昨天创新高的时候 杀到170.5 今天还在跌停 剩下153.5 对不对 已经从高点跌了300多块了 好 耗鼎从151块 摔到113 我们重挫了38块 那生计股你说太投机了 不要碰 电子股就真的安稳吗 对不对 前两个月 多少人在追捧5G概念股 做伺服器晶片的信华 结果也从1575的高点 杀到现在剩下1165 对不对 茂莲多少人看到电动车的股票 Tesla股价在创新高 告诉你要买Tesla概念股 现在从232块 杀到190块 各位投资吧 不是一档两档 而是现在你发现当指数在昨天 创历史新高的时候 跌破月均线的股票 已经超过了600多档 越来越多 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了解 我为什么在这个月 一直提醒大家 你不要看指数涨 你就觉得是个多头就乱买 贸然追高会创指数赔价差 那这还是指数 现在创历史新高 你都在赔钱了 那接下来当大盘如果说一个急速的回挡呢 尤其现在大盘 注意到当传出来Intel这地方 这个7nm的高阶制程已经卡关了 所以要找第三方找台积电来帮他代工 那这时候台积电爆量冲上去 涨到13031点 哇连两天的急涨 大家好兴奋 可是这种状况也让大盘的成交量 昨天爆出了3432亿的历史天亮 好那你要去思考 当大家都看好台北股市过12682了 资金行情会继续涨 都在继续买股票的时候 那谁在卖股票啊 股市当中一句不变的定理 量缩微股量大成风 好这个你要记下来 那当指标现在又持续高档 背离的情况趋势 我只能说目前指数创新高臭 短线现在高档做震荡 来来回回上冲下息 但毕竟当双电涨停 就是当台积电跟联电同时涨停 这个如果做股市 有20年以上资历的就知道 好出现这样状况 这是一个过热讯号之一 再加上成交量创历史天亮 这又是一个人气过热的讯号 所以我只能提醒 目前短线可能上冲下息来回震荡 但是随时要提防不跌则已 一跌可能是个暴富性下跌 尤其在下半年你觉得股市 真的这么安稳吗 会这样一路涨上去吗 提醒大家下半年五大风险 第一个资金集中在台积电的时候 投资人很容易赚指数赔价差 第二个反全球化的趋势 目前仍然没有化解 美中贸易美中的一个关系随时可能在恶化 第三个全球的肺炎疫情 现在已经有1600万人感染 对不对 上百万人这地方 这个每天美国那边 这个6万人的一个新增确诊人数 再加上中国大陆的水患 会不会造成下半年经济的恶化 那本土当然目前疫情守得非常好 但是如果说以最近大家暴富性出游 这个已经忍不住了到处去玩 但是又都没办法戴口罩 哪里都像菜市场一样满满的人 我只能说希望疫情防线不要破 因为那个疫情防线一破 可能就是一个大规模感染 这一点都要特别注意 更要注意的是全球股市过热之下 会不会出现暴富性下跌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各位投资朋友 你要在这个地方指数都爆出了 3400亿的历史天亮 然后你才能够跟着追抢股票吗 不要 所以在这个状况 我提醒 当然赚钱我们还是要把握 可是怎么去把握 要先把风险降到最低 探金优手 红贤爱国 那怎么样又能够把风险降到最低 却能够掌握赚钱机会呢 所以我才会再三的跟大家说 宪隆老师的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才是你最好的操作策略 因为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是这样 盘中满手没有关系 不用担心错失行情 盘后有赚没赚保持空手 所以美股一下大涨 随时可能暴富性下跌 我们完全不用怕 这样才能够有生活品质 每天睡得安安稳稳 对不对 早上赚到了钱 像今天这两档股票给大家 6213连帽 可惜没空到就杀下去了 原相这个稳稳的空到 空到之后杀下来 对不对 十一点不到 我们就先回补 你说后面一段我们留给别人赚 我们这地方稳稳的赚了4块价差 5张就是2万块左右 对不对 开开心心下午去吃个下午茶 逛逛街 晚上带家人吃个好料的 睡觉又睡得安安稳稳 这才叫做生活品质 对不对 而且快进快出之下 受到大盘趋势影响非常低 操作灵活 随时可以先卖 也随时可以先卖 风险降到最低 不会说股票抱在那里 行情一反转下去 便长期套劳 便重商 便大赔 都不会 也不会放空 R融券要强制回补 主力故意要嘎上去 被嘎到都不会 我们风险降到最低 钱还可以放在别的地方 生多更多利息 让你资金灵活运用时下 天天来掌握赚钱机会 来累积财富 所以我说这才是最好的 操作策略跟赚钱方法 对不对 当然我要再三提醒 那当冲 不是很多人想的那么简单 很多人以为当冲简单 今天看到什么股票有利多 今天看到什么股票 好像会动就冲进去买 有赚就赶快跑 赚个几毛就出了 对不对 没赚就给他凹着 凹着凹着 等他上来再来卖 很多人以为这样就可以 结果常常就是赚了一点小钱之后 凹着凹着凹到最后 满手套牢 这样可以吗 县荣老师强调 我们的当冲不是这么做 我们是每天按照SOP来 第一步观察好盘式 决定好多空筹 一千多档股票 只找最有把握的一到两档 确认转折时果断出手 遵守纪律 理性操作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随时有机会先买 像上个礼拜操作双红 大盘攻击盘来先买后卖 早盘213.5买 搭上去217出 三块价差 稳稳的放在口袋 对 整理盘上礼拜五操作创意 大户在拉高出货 指数虽然台积电拉上去 人家再出 我们就先买 对不对 312.5卖到 杀下去302.5买回 大赚十块价差 四张就四万块 今天操作原项 也是有四块价差 五张也是两万块 就是这样子灵活操作之下 稳扎稳打 来掌握赚钱机会 那为了帮助更多投资 也能够掌握这样的赚钱机会 提醒大家 运达投顾帮您争取这次 年终庆1加1超值活动 抢时间抢行情 抢赚钱机会 现在活动剩下倒数两天 想把握的休息时间 就欢迎跟我们来做联络 第二阶段马上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赚钱机会 并超盘团队 由河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 用心 重诚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参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惨罪 入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这两天感谢很多投资朋友打电话进来 再询问献荣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那其中有位投资朋友 他说很认同献荣老师所说的 行情在历史高档 风险要顾好 但是最认同一点 愿意让他来加入的 就是看到现荣老师 每天报告每一档操作 有赚有赔都会拿出来讲 而且都严格的 帮大家先定好停顺 看错赔个一%多两%就赶快跑 这一点是让他最信任的 因为电视上这么多投股老师 每个都只讲赚钱 都不讲赔钱的时候 只有现荣老师这样子诚实 帮大家控制风险 赔钱也敢拿出来说 所以当然要支持这种 有诚信的操盘团队 有诚信的老师 现荣老师很开心 能够获得大家的一个支持 我们也会继续坚持 努力下去 坚持不说谎 不骗人 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 只求缘分到了 认同现荣老师理念的 一起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所以再三强调 我不能保证你天天赚 但我给你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第一个跟着我做当冲 当天进当天出 绝不熬单 第二个每天最多两档当冲股给你 第三个每个会员收到当冲股 都会是相同股票 第四个节目当中 如果是有的当冲股 跟会员收到 现荣老师赔偿100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 好那认同我们理念的 提醒大家 年终庆一加一 现在倒数两天 最后的一个机会 休息时间 欢迎指名加入 由我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平铺 并自负投资风险